美國現在拉著菲律賓抗中 那菲律賓真的不要一頭熱 有外媒報導說 從衛星圖像顯示 大陸方面最近在黃岩島的河口 安裝了一道了漂浮的屏障 那是否會成為永久的 相關的一個屏障呢 大陸外交部保尼有最新說法 一起聽看看 黃岩島是中國固有領土 近來菲律賓方面在黃岩島海域 採取一系列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 中方不得不採取必要措施 堅定維護自身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 那個是可移動式的 上次呢其實呢也有看到類似的 所以菲律賓不是之前還把它剪掉嗎 那這次呢在黃岩島這邊 也有呢裝了這個浮標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菲律賓最近 就常常來這個黃岩島 22號又看到了 這個前後23號也有驅離 這相關的黃岩島最近呢 真的是很亂 亮哥你怎麼看大陸 最近這個菲律賓不斷的 本來以為仁愛嬌結束就差不多了 那轉到黃岩島也是鬧一下 就自己結束 這個我還是認為要再看一下 因為美國的航母也走掉了 沒底戲了 五艘只剩下一艘對不對 可是也許就是他軍方還是要做一點事情 這個要看稍微再長一點才能夠論斷 不過確實中國有警覺到啦 就是還是有人要來製造事件 可是那個都不是那麼重要的 那我覺得他就是基本上還是跟 之前我們講的仁愛嬌一樣 他是誘使你來衝突啊 你來打我啊來打我啊 有點這個味道 然後呢製造說國際的輿論 以大欺小啊這樣的感覺 我認為有這個味道 事實上 那個台灣驚嚇海域也有這個味道 沒錯啊 其實我們都希望說 這個希望不要有一些衝突發生 但有的時候呢 你故意去戳他戳他 戳到最後呢打起來 然後呢國際上好像說 哎呀我們啊被欺負等等 這個以色列不就 那個那個 俄烏局勢 不就是也是這樣嗎 去戳俄羅斯 我覺得也可能考慮到自己的民調 啊你說 因為政治的因素很複雜啦 比如說尹錫悦 尹錫悦也是啊 尹錫悦民調跌到三十幾嘛 那他就變成超級反共派 嗯嗯嗯嗯 一面倒青梅嘛 那因為韓國的反共派 大概有百分之四十 嗯嗯嗯嗯 那事實上他跟 小馬可是是一樣 他們都不能連任 對 可是他認為這樣子 可以鞏固積極的支持 至少有一群人啊 這個我可以隨便舉例啊 比如說也會有人懷疑 賴清德是不是也要這樣幹 嗯沒錯 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懂 就是說 比如說賴清德上任 就即將碰到六月一號 五月 那旅客團就不能去大陸吧 之前的那個 他不好處理嘛 現在就不用處理啦 那如果兩岸緊張就不用處理啦 真的這是太深層的那一個 不 我就跟你講 有時候就是在搞政治啦 那比如說我現在造成兩岸緊張的狀況 那你旅遊業還要上街頭嗎 你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這個正當性可能不足 我們兩岸在對立 你幹嘛還上街頭 我們幹嘛還要 連夏立言去大陸都被罵啊 你不覺得有這個味道嗎 有一點 那比如說假設驚嚇海域 有一點衝突啦 那不是變成國際的關注的焦點 對 因為美國一定會講話嘛 日本也會講話嘛 所以你認為他是不是有意 因為目前 談七次全部都觸礁 沒錯 那顯然就卡在 我們這邊 就是要求對方要默認有執法線嘛 那對方當然不能同意嘛 對 那這個共同司法調查 他也反 我們也反對 那更不要講說把遺體啦 還有大陸漁船帶回 這台灣當然也反對嘛 通通反對 所以現在就卡住了嘛 然後就海警船 本來是海監 後來變漁鎮 那後來就變成海警嘛 對 那海警先是四艘嘛 對 那接下來呢 沒完沒了 這個 因為驚嚇海域喔 這個不是台海啦 所以美國 很難說話吧 可是他也在看著 對 那 就是 我的感覺啦就是 我覺得民進黨就是有意要 他是當陸委會的新聞稿 你就看得很清楚 2月18號的新聞稿 第一句就是兩岸互不隸屬 那他就是要 把這個當作談判的目標啦 就是你要默認我的管制線 可是這個是不可能做到的 對 所以兩岸就會一直僵在那裡 那 坦白說啦 這等於什麼呢 這個等於就是今夏 水域的管制線就被沒收了 對 那這個海域就處於不確定狀態 嗯嗯嗯嗯 事實上台海中線也是這樣啊 是是 台海中線也是被沒收啦 可是 你就覺得大陸雖然 演習的時候常會越過啦 可是 越過也帶有一定的節制 你不覺得就是這樣嗎 對 那可是 這個的效應是什麼 效應就是 讓 這個 獨派啊 獨派就覺得說 這樣有利於鞏固我的支持 這個對台灣 是置於險性的 他不是在考慮台灣 他不是在考慮我們 他是在考慮他的政治支持 對 對 我認為菲律賓也是這樣 嗯 所以你如果去談 因為你每次在分析問題都是說 這樣會符合菲律賓的利益嗎 我跟你講 小毛可是不是這樣想的 他想的是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政治支持 OK 那就是這個政客跟政治家的不同了 那所以可以看出來菲律賓小馬可是 他會不會是為了救自己的民調 然後呢 希望跟中國大陸有一些對撞的狀況 他也許民調才會更好一點 另外來看台灣也是如此啊 我們就發現說現在 你看這個翻船事件 現在中國大陸呢 已經派出2022件來進行了 他可是超過2000噸 2250噸 2250噸 然後呢 那陸委會這邊 台灣這邊 又是不是很友善 說這個三無船 違法事件進入司法程序 近代檢方調查 你看都推給這個司法程序調查 很多問題都疑問都不回答 那更別說呢 其實22202跟2203 這些呢都隸屬於海警局的第二局 那大概他原本是053H2G型的 你有沒有看到大陸故意公布的那張照片 這張 台灣跟中國大陸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海巡跟海警艦的差距有多大 這是台灣 因為台灣那個是10噸左右 10噸 對 2000多噸 對 這個是大陸故意公布的 沒錯啊 他這樣就會 暗示著說你真的要來嗎 你中國大陸 可是有上萬噸的 你現在中國 台灣這邊儘管有4000噸 那你去跟他這個對鋼的話 那其實中國大陸還有很多健康 台灣 事實上 3000噸的只有3燒 對啊 那中國大陸是72燒 你怎麼弄啊 沒有辦法 那 1000噸的我們這邊11燒 是 那中國大陸是154燒 你要怎麼弄啊 我們這邊大部分都是10噸 10噸以下 我們這邊總共有179燒 對 可是大部分都10噸以下 所以這個就是現實嘛 可是我覺得他不是在考慮這個問題 對 我認為他就是第一個 他認為你不會真的武統 不會真的打金門 因為其實金門來講的話 其實跟中國大陸關係非常好 就驚嚇 他也不想要這樣嘛 我講白了你倒過來講就是 跟民進黨很不好 對 不是嗎 民進黨根本就不care驚嚇 是啊 本來就是啊 因為金門馬祖還有兩個立委 他永遠選不上 他永遠選不上啊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就這個角度看嘛 他現在完全是站在抬棚的角度 對 就是說兩岸有點緊張 其實搞不好對賴清德 要鞏固他內部的政治支持 會反而容易 這真的亮哥一講完嚇死 不然兩岸議題就會一直被攻擊 對 你懂我的意思 你光那個陸客沒辦法來 這個團客問題 你就一直被攻擊 那我不如就把緊張的態勢拉高 真的 這個對我們不是好事啊 對他是好事啊 這個就是在搞政治 對 講白了啦 是 就是獨派的立場 而且據我了解 獨派給陸委會很大的壓力 所以你絕對不能認錯 絕對不能認錯 絕對不能認錯 就算有錯也不能認 這個意思就對了 我跟你講所有的證據都要他手上 對 他現在 我跟你講他現在的策略是這樣 我們說 這個事件照理講要有物證 你現在沒有看到物證 對不對 錄影帶不確定在哪裡 對 那 那 屍體解剖 有沒有撞傷 你不知道 有沒有開槍 那要有槍枝化驗吧 對不對 船 碰撞 碰撞要有碰撞分析啊 都沒有看到 那 結果讓大陸來的專家 去看那個船 看了半小時 那大陸當然覺得有疑點 他說大陸的船 可不可以讓我帶走 對 因為碰撞 你不能只看撞痕啊 你還要去 去研判這個力度有多強啊 對 到底是怎樣的速度 產生多大的力 這很科學啊 對嘛 本來就應該這樣子 可是他沒有辦法參與業 對 那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雷達的航機圖嘛 對 你也沒有公佈啊 你沒有任何物證如何論斷 這是 這是很明顯的啦 難怪大陸也不相信台灣的檢調 然後你就看陸委會現在的策略就是 我們已經交給司法了 對 那我們行政部門不再發言了 那 他這個事實上就是 認為用拖的方式可以降溫 我現在都在講政治啦 這個是談判中的一些 手段 對 他這個不是實質問題 是 我就施法啊 大家來問 施法啊 然後大陸如果耐不住 用海警船要來對你表達他的抗議 那台灣就去到國際上去做大外宣啊 然後就會綠營就是說 你看啊 中國大陸多欺瞞啊 對 說我們在做司法調查啊 對 為什麼不讓我們做完啊 就是這樣 以大欺小啦 這樣子 那中國大陸如果說 那你的司法讓我們一起調查啊 不行 他說不行啊 這是我的治權啊 對 就是這樣啊 你看啊 所以他都在政治的算計 你看 他先說我們不能夠認錯 所以要推給司法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呢 台灣呢有一些招 看起來都是搞政治 但中國大陸真的 你看 會把台灣置於險境 尤其是呢 中國大陸他的 這個底氣是越來越左的 所以對台灣不會是好事 我們來看這兩張圖 也被拿來比較 2022年的8月的時候 你看之前培洛西的事情 也看到大陸艦艇 跟台灣艦艇 以遠處相望等等 銅框照片 然後呢 最近是這一張 2月25號 大陸海警船 跟金門的台艇銅框嘛 然後可以看得出來 也可以看到金門的這一塊 這個有被說 有三重的意涵 第一個呢 就是這兩張照片 都是對台獨的挑釁 要進行快速反應 張軍社老師說 還說兩張照片 共同點就是非常的近 都非常近 第三個呢 就是對台灣當局的反制 也是最嚴厲的警告 我覺得這個 大家都知道啦 誰不知道 那大陸的海軍海巡 海警 比台灣的海軍跟海巡 要強大很多 誰不知道 他就是獨立不會這樣做 你懂我的意思 懂 所以當你來 表達施壓 那我就去做大內先大外宣嘛 所以你看 你看他連我們的司法調查 他都不尊重 我覺得民進黨 就是要搞這一招啦 實際上你可以看到這個整個過程 比如說大陸 這個全州台辦的副主任來台灣 那他不是把兩個生還者領走嗎 他當場不是叫你簽那個遣返文件 然後他拒簽嘛 他要的就是這個 因為這個就是有治權的意義 然後你跟他說你執法過當 他就說哪有法 你又沒承認我們的法 所以你要先承認你非法越界 那我才能夠來論斷有沒有執法過當 你懂我意思 所以我跟你講他每一個地方都卡住 你要不要默認我有治權 他這個都是要逼中國大陸 不可能讓的東西 是啊 這個事實上就是 中國大陸這一次很明顯就是 他要把今夏海域的治權吃掉 然後暗示你沒有主權 我認為民進黨就是這樣理解 所以無論如何他要守住 今夏海域執法縣這個治權 這個就是他談判的底線 那如果你不承認 那我就都不認錯 那我就交給司法處理 我覺得他現在的招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他提前把人放走 因為這個東西會變成標的 比如說我海警船進來施壓 他要求你交人 這就還給你 OK 你懂我的意思 因為我們在博弈的時候 人本來就是一個標的 那現在難道你要用海警船來逼出來 你道路船隻要還我 那這也是一種標的 可是你要不要這樣做 因為一般人會覺得人命很重要 所以那兩個生還者 陸委會還提前一天讓你走 這其實完全不合理 你如果認為他非法越界 通常沒那麼快 而且你認定要扣船 他怎麼可能沒有犯罪行為 所以照理講你應該繼續留置才對 因為他有留置事你知道 海巡署有留置事 所以你這個是前後矛盾 就是說你是認為他非法越界 你要扣船 扣船這個動作是很大的動作 你顯然是認為他有某種犯行 結果大陸的人來了 你就讓他走了 走吧走吧走吧 就是要讓你沒有矛盾點可以打 因為人已經不在我手中了 那你要打我們有沒有過失 說執法過當 我現在進行司法調查 那行政部門我不回答 我們現在不能回答 就是這樣 他現在我看到的戰術就是這樣 台灣的民進黨的戰術 戰術就是這樣 對 那這個是兩岸在進行 這個司法的相關的一個博弈 那這也看得出來說什麼呢 台灣這邊真的蠻有算計的 尤其是政治上的算計 民進黨的確是蠻高招的 但是另外來看到是說 我們希望真的是要緩和局勢 那當然亮哥也說 這不斷被罵 就是國民黨的副主席夏立援 26號帥團放問中國大陸 當然也要對金門的意外 信心治安 亮哥你怎麼看這個夏立援 我認為夏立援這次去 並沒有官司的拜訪 我認為基本上就是元宵 之後去走台商的路線 其他是不是有私人行程我不知道 可是我並不認為 這個除了宋濤之外 有其他的行程 OK 我講官方拜訪 可是你這個時候 當然會被民進黨做文章 因為宋濤就借這個場合講出一些立場 宋濤當然可以用別的場合來講 什麼場合都可以講 可是基本上 你沒有代表政府的公權力 沒有用 比如說陳玉珍 陳玉珍是立法委員 他也建議 由金門政府或金門紅石智會 來代為談判 但陸會也不要 不授權 他不授權 所以我跟你講 像這種 可能是涉及執法過當 導致過失致死的案件 從來沒有陸會會親自跳下來的 都是紅石智會在處理 因為過去 有九二共識 大家就覺得說發生這種不幸的事件 最重要的就是 趕快撫慰對方 給予一定的補償金 然後 這個 誰執法過當就認了 對 就這樣就結束了 是啊 那這次他偏偏不要 對 因為他要強調我是 大陸委員會 我是台灣這邊的官方代表 就是要強調他是自權權威 對 對 當局 對 用我們的中文叫做當局 對 你要承認我是當局 你要承認我是當局 對 你看看得出來 這次是包括陸委會跳出來了 然後海委會跳出來 管碧琳天天在那邊講 那海巡署真正應該解決事情 變得角色也是怪怪的 因為管碧琳天天都出來講話 不過管碧琳大概從二月 對 美國是二月二十一出來講話 對 那管碧琳從二月二十二之後 就逐漸不講話 對 我認為 應該是 美國就覺得你這個太扯了 你不要搞這個 因為他講的話都是 都是政治話 對 都是政治話 所以 後來就逐漸 形成目前的策略 這個策略沒有說出來 可是 我把它 歸納一下大概就是 司法解決 行政部門不再發言 那以拖待變 以拖降溫 他的策略就是這樣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織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對抗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折扣